阿玛都台湖是台风界的虎泽天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女生啊 不能称为风王啊 我们可以看到 风凰开眼的过程 非常的雄伟 而且非常的可怕 整个包装剑非常的圆润 就像一个明亮的人 照耀着整个台风界啊 虽然是 这样的台风系统 被人慢慢消失了 但是 他也是比 全拿着台风更可怕 全拿着台风是男生 作为台风王啊 但是他是女生 成为台风界的虎泽天啊 他现在来到 九州的东南方向 大概700公里的地方啊 行程速度还是保持在 250到240之间啊 而且每秒可以跑多少呢 最大顺畅每秒可以跑68米啊 相当可怕啊 而他走的速度 还是很快啊 直到15公里的速度 向700方向前进呢 很快就会登陆到九州啊 但是登陆之后呢 他会有什么状况呢 夹带这么大的霸风雨 还有 这么强的风势 已经是很少整个日本啊 所以啊 日本地区 这下遭殃了 现在我们也要关心的是 他未来的路径啊 他会不会往再往西天一点 一直像童童说的一样 一直 找像玄兰肉这边 像梅花啦 玄兰肉 一直靠向这边过来呢 这样子的话 他就有可能在韩国附近登陆啊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是很难讲啊 武则天的趋势就是个人不一样啊 他称霸整个冬国朝代啊 所以 这一个武则天市的 南马渡台湯 有可能改变不一样的情况 虽然他是走这个方向啊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他 江海可以减弱一点啊 不要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啊 无论对哪里都一样啊 台风就是来就好 不要那么大 到底未来的趋势 南马渡台湯 是不是会转向呢 还是会偏西登陆韩国这边呢 点击刷看 主天心看一下 记得关注再走哦